品味事件旅人的生命故事 找回记忆中的幸福滋味 欢迎来到幸福餐桌好时光 欢迎收听今天的幸福餐桌 那我们上一集呢 才请这个Melody姐跟我们分享了 她到底是怎么样踏上宣教室的这一条路 还带上了全家 那这一集呢 她要来跟我们聊一聊 她的家人 也就是先生 还有两个儿子 还有四个孙子嘛 都还在乌克兰 然后现在正在接待难民 那他们要来跟我们讲一下 update一下最新的这个乌克兰现在的状况 然后听说你们家当时 有机会是可以离开的 而且路线都安排好了 可是怎么会最后去选择留下来 然后接待这一些难民 其实这个俄罗斯他在边界屯兵 也有一段时间了 那总就是说 乌克兰人总觉得不会打起来 那所以战争突然打的那天 我那时候在台湾嘛 我就突然看见听见那消息 就是俄罗斯上面夹工 而且感觉上他的速度很快 然后就占领了机场啊 占领了哪里 所以我就很害怕 我跟我儿子万一失联了怎么办 因为网路一中断 我就说我们家人 是安安静静在那个地方居住 然后在那个地方 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跟外界的联络并不多 基本上都是我在联络 那现在我人在外面啊 那他们怎么办 刚刚好这个时段你不在乌克兰 然后你的家人 就是哥哥弟弟和爸爸 都还在乌克兰那边 对还有四个孙子也在乌克兰啊 那他们怎么办 我就很着急 所以我一定要在网路还通的时候 帮他们安顿好退路 那那时候我就联络上了 那个匈牙利的一个教会 那他们就也在距离边境没有太远 他们也是接待很多从匈牙利去到 从乌克兰经过匈牙利的这个关口 到匈牙利避难到布达佩斯的嘛 那他们就说好 你儿子有只要他有出境 我们就会接待他 那那个时候也听说 也听说因为这个战争的缘故 所以因为我媳妇是大陆人 所以呢他们也放宽限制 就是说大陆人也可以不需要签证 因为他们需要办签证才能够出来嘛 就是说那时候政策 你不需要签证你也可以出来 因为这叫做人道救援嘛 所以我就赶快跟匈牙利布达佩斯 那边的教会还有我儿子 我们马上就建立一个line的群组 然后让我儿子跟对方通话了 电话号码地址啊 就是说全部都联络好了 那我想说万一真的是资讯断了 我儿子还知道可以往哪里去 联络到谁可以接待他 因为这一家大小太多人了 大家都涌向 都涌向那个布达佩斯 我相信那到时候要订旅馆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我们家那么多人 你能不能订在同一间旅馆 是个大问号 所以必须是被接待在同一个地方 那只有教会做得到嘛 所以我就把儿子介绍给他们 我们在一个群组里面 那我儿子跟他联络的时候 我就一定会知道我儿子在哪里 那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 就是做后续的这个 等于整个撤离嘛 撤离路线整个都已经打通了 对 整个撤离的路线 我就觉得很安心了 然后我就打 然后因为他们要建立这个群组 那我就见了半天 我儿子怎么没上线呢 我就打电话给我儿子 完了 没接电话 我就打电话给小儿子 我小儿子说你哥哥呢 他说大概在睡觉吧 我说你赶快去叫你哥 然后我大儿子就接电话 我说儿子啊都十点了 你怎么还在睡呀 他说我早上六点才睡 我说为什么你要六点才睡 他说我昨天去接难民了 我说难民 什么难民 他说就是从那个基辅来的难民啊 我说难民在哪里 在我们家呀 我说难民住在哪里 就住在我们家呀 我那时候才搞懂他把难民接到我们家来住了 所以原本已经是 已经随时就是已经准备好 马上就要离开乌克兰了 就没有想到一接难民以后 全部人都呆了下来 对所以他就说我们走了那难民怎么办 哦那时候才知道原来我们家接待难民 哇所以他们算自发性的耶 自发性的愿意去接待这些难民 那是他没错没错 那是他们自发性的觉得说 这是需要做的事情 他说想的不是我能不能撤退 而是现在有人需要 而我们家刚好有空位 可以做接待 因为我们的房间很大 所以因为我们家就是地板啦 还有我们家没家具啦 哈哈哈哈 所以刚刚好啊 就是一个木头 对然后所以那个地板嘛 你就放床垫啊 所以放很多床垫啊 那这样就可以接待很多人啦 就像你前面讲的是神 前面有讲到说逃城嘛 所以其实上帝好像之前就默默的已经预备好 包含你说你家里没有家具 然后刚好可以放一堆床垫 这好像是听起来明明之中 为神已经安排好了 对啊我们家就是床垫而已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小小的衣柜而已啊 连衣橱都没有啊 就是抽屉的那个 以前我们买房子的时候那个房东剩下来的那个 那个三层的那个衣柜啊 就这么简单啊 那现在有难民来我只要把那个东西稍微一挪 那个场地马上空出来 然后放床垫 就可以接待难民了 然后后来我先生跟我小儿子也把他们自己的房间让出来 然后自己就睡到一个仓库的阁楼 那个阁楼是不能够住人的 是被他们修改以后就可以勉强的躺下去 也塞人 就是把大的房间可以容纳更多的人 那所以我觉得说真的很感谢神说 他们尽他们所有的 甚至于是他们所没有的 比如说把房间空出来 只因为那些那些难民带着小孩 没有办法去睡到阁楼 因为我们家那个阁楼的楼梯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那种 很陡的那个木头的那个楼梯自己订的 你不可能要叫那难民的小孩去爬这种小楼梯吧 而且那个阁楼 它原来就不是住人的 所以他也就是说这个小房子也没有厕所 然后也没有暖气也没有水 那我先生跟我孩子就自愿去住 去窝在那个小阁楼 像你在论坛报还是在哪里看 看见那个穿黄色衣服在棉贵的祷告的 儿子小儿子 对就是那一件 真的两个人伸起伸腿就差不多 空间大概就用来了 难怪之前月阿咪会 我觉得这是他们自己愿意做的 对难怪月阿咪会讲说什么 妈妈都笑说爸爸和弟弟活得比难民还要笑难民 对啊因为他们把房间东西就都放到那个小阁楼啊 然后更多东西又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啊 就是哪里能塞哪里塞啊 然后你的小阁楼就 因为他们的时间就是在外面采购物资嘛 因为你从战争一爆发物资就开始 你买了就就是不会再有补货的了啦 因为供应链断掉了嘛 对所以你买完了就不会再有 所以你需要到市面上去寻找物资 然后你家里10口的人家现在变成30口 整个用水用电包括用厕所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设备 然后我们要考量没有水的时候这么多人喝什么 万一没有电的时候这么多人煮饭要怎么煮 就是说你的考量点就变得非常复杂 所以他们整天都在外面忙 也没有时间 反正只要把这些难民照顾好 自己是主人也无所谓 所以我儿子就说 反正我儿子他们他们就觉得自己啦 无所谓啦能够过就好了啦 那别人嘛别人心里面还是 还是要考虑到人家的心情 所以就尽量让别人觉得舒适这样子 可是像很多人就是有疑惑说 那为什么你没有在乌克兰 然后因为我们都知道约阿咪 现在是在以色列读书嘛 然后刚刚好你又去以色列探望女儿 就变成你们母女两个人在以色列 然后呢 爸爸就是你先生跟大儿子小儿子 还有四个孙子现在是在乌克兰 就是去年我们去年2020年的时候 我们回台湾 对讲起来是前年2020年 我们大概4月吧 4月回台湾 然后就疫情开始了嘛 然后很多我们要做的计划就一直被担言 然后2021年 对去年也是一直 我们一直想要回乌克兰 可是签证一直都一直都有问题 然后后来阿咪就刚好有一个机会到以色列 那个那个有有假学金 所以他就来以色列 你们母女的两个人的签证有问题 可是家里的男生们都OK 是留在乌克兰的 没错没错 因为他们是那时候我们正好在开公司 所以开公司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然后等银行的文件证明要到那个劳工部去办理那个工作签证 又花了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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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间 然后所以他们的我先生的这个工作签证没有出来的话 我必须办一清签证我就办不出来 所以我一直都在等我先生的那个工作签证出来 工作证出来 就是商务签证出来以后还要必须要有工作证 工作证出来了以后还需要有居留证 所以为了这些证件的往返 就是大概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那像儿子都是学生签证吗 像小儿子就是学生签证 我小儿子是学生签证 那大儿子呢 但是我也是一样又要用工作签证吗 就反而是他们刚好大儿子跟先生拿到工作 就是有工作签 但是因为你是要用依亲的方式 就会变成你卡在台湾 然后呢月阿咪也是一样 就变成一起卡 要依爸爸就要一起卡在台湾 对啊 我们要依啊 所以必须是从他们原先的义工签证 转成商务签证 从商务签证得到工作证 有了工作证以后转换居留证 然后你在转换证件的时候 你还必须出境 你还必须要重新入境 所以才会回台湾 然后就变又疫情 没有他们变回台湾 就是说他们就是说 为了要这个居留证 花了差不多等待了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等到去年 2020年的11月 他们开始有工作证好了 然后到了今年 对到了今年 大概11月 去年11月12月的时候 本来我也可以办签证了 那突然我就去看牙 然后呀 我就想说我要 我可以办签证了呀 我总算可以去疫情啊 但是我就想回去之前 先去牙医那边看一看牙齿吧 健康检查一下 这一检查呢 他就说你一颗牙需要拔掉 好我就拔了一颗牙 拔了一根牙 就等它两周复原了以后 要开始可以预备做牙套了 他又给我检查说 你还有另外一颗牙 看起来不太妙 于是又去检查 然后他说你这个牙需要拔掉 然后因为拔掉的这个牙 旁边是空的牙 所以为了要连串起来 我必须连做九个牙 很可怕 所以反而 必须做九个牙套 算是被病情拖住 对是被我的病情 被我的牙齿拖住了 所以就这样一算时间 我想说那九颗牙 要做牙套到适应 需要时间 所以医生就说好过年之前可以 那我想说你说过年之前可以 那万一过年之前不可以 那我怎么办 所以就想那 那就过年之后再回去 等到过年之后我要回去 我就办了签证了 办了签证以后 因为那时候乌克兰就是说 俄罗斯已经屯兵了 所以我觉得乌克兰那个时候就不接受外国人的签证进去 因为我是要先用旅游签进去 进去之后 我再重新出境到匈牙利 再去转签证 所以那时候他已经不接受旅游签了 所以我那时候办理了 就是我后来我过年2月10几号 我去办的时候呢 两周以后他给我拒绝 拒绝的差不多隔一天 阿咪就跟我说 哎妈 这个以色列好 现在不用法针就可以来 对 开放了 对 三月1号开始开放了 你要不要来啊 我就想 哎呀 反正乌克兰也不给我签证 那以色列呢 现在又可以来 那阿咪是自己租房子 那我刚好可以跟他在这边 很悠悠雅雅的居住 我觉得挺好的呀 那所以我觉得说 这不就是上帝预备好了 一边关了门 一边给我开了门 然后过来 就是陪伴 变成先陪伴女了 对啊 就刚好来这边 一方面我也很想要住在以色列 因为阿咪住的地方 距离旧城差不多走路20分钟 那你若要慢慢走 那就30分钟 但是也是OK的呀 哇 我觉得我每天都可以到 那个枯墙前面去跟上帝聊天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所以大概就是在我签证被拒绝的 我签证被拒绝是星期五的事情嘛 然后我星期一我又去了花旗银行 我要再重新申请 我又去办财产存款证明 可是花旗又跟我说 那可是你星期六星期天的进账 是不能够算在内的 必须算星期五 所以我就想那就星期二再说吧 所以星期一我就又无功而返 所以是在那一天阿咪跟我说 以色列不需要签证了 你要不要不需要疫苗证明了 你要不要来 我就觉得说好吧签证又被拒绝 我要到银行办财务证明了 他也说你明天才可以办 就是上帝竟然什么都做不到 帮你挡住那些门全关了 对这竟然都关片了 只剩一个开了这么大一个门 我没有道理不来呀 而且我在台湾已经待两年 嗯差不多两年了 我觉得说上帝给我认识了 很多很宝贵的朋友 连结了很多宝贵的关系 我非常感谢上帝这两年的恩典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 后来就是战争爆发了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 我就觉得说我需要 其实我是很开心啦 我那天我就发赖嘛 我就说我们家竟然开始接待难民了 我就开始跟我的朋友们讲 其实我真的是很诧异上帝的作为 就是当初我们是为了逃成的异象而去 我觉得以我的年龄 可能我的逃成计划是为我的下一代 跟我的下下代 我觉得我的有生之年 我不会碰上 所以突然之间 我觉得上帝好像让我们家在做彩排 做逃成的彩排 怎么样预备接待患难的人的一个情境的预言 对避难所的一个情境的预言 因为你没有碰到那个情境 你真的很多事情你是想不到的 所以当你碰上以后你才知道 你又缺这个你也缺那个 你这个没有想到你那个没有想到 所以当开始我们家开始做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原来上帝把我们家放在 他的一个命定的位置上 而我们家正在奔向我们家的命定 正在完成这个呼召 所以我是非常的感恩 非常的喜乐 我觉得最大的喜乐 就是知道自己在对的位置 做对的事情 就回应到了你以前说 你小时候上帝当时就告诉你 要你就是去做宣教 然后你现在也正在做 而且是你说这个领受到当时说这个逃成 要建一个很像保护人的逃成 没有想到他就在你有生之年发挥了效果 所以我能够想象说 有人想说 战争你不是应该要很难过吗 小孩子在乌克兰不是应该很担心吗 怎么会很喜乐很开心的去跟人家讲 哇我们家正在接待那名 原来是因为 听下来就make sense了 因为你等于说 哇原来上帝为你的计划 全部串在一起 然后呢你发现原来神起初 从你小时候给你的那一个 一个我们说calling 就是呼召 原来哇原来你 你已经好像往这个方向走 然后那种感觉会很兴奋啦 我能理解那种很激动的 没错 嗯 没错就是说你为你人生过去的经历 你找到答案 嗯 你也找到定位 对 而这件事情是我的家人去做的 这件事情更宝贵 因为这与过去我的想法是 呼召是我的 自己 calling是我的 意象是我的 我会觉得说这是我个人的事情 可是现在是我的家人在做 就是代表这是上帝是呼召的 是我们一个家 而且他们不是被强过的 你还帮他们安排了 没错 离开了机会 结果他们自己说不 我们要选择留下来 没错 是他们自己 以他们为好 自己觉得说 我正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去做我现在应该做的事情 而这件事情是神所喜悦的 那我觉得说这个比我去叫他们做 还要宝贵千百倍 所以我是存着很高兴的心 然后就跟我的line群主 然后去分享 我们家竟然变成逃城了 那以我们台湾人来讲 乌克兰不敢怎么样讲 也还是个遥远的国度 那人家打仗 跟我们基本上 也没太怎么直接的关系 可是问题是我的line群主 他们是我的朋友 我们是彼此面对面认识的 所以当我说到我们家人 在干什么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那些群主的朋友 教会的朋友 也感同身受 也会觉得说 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 所以他们为他们所做的事情 予有荣烟的时候 也会想要说参与一份 也愿意在这个接待的事情上面 他们也想要有所参与 有所付出 所以就这样子 这个line呢 他们就越传又越快乐 对 哇真的是很开心 而且我觉得如果是我 我会以我家人为荣 觉得哇 他们竟然选择愿意承接起这样的重担 那也是很谢谢你跟我们大家分享 也让大家知道说 原来本来大家以官方的这个数据和新闻 我们都以为台湾人啊 还有一些亚洲亚裔国家 都已经把自己的这个公民已经撤走了 没想到确实是还有一些 有着这个神给的使命的这些 有呼召的这些人 这些基督徒愿意留在当地 然后开放自己的家 然后收留这一些所谓的 逃出来的这些难民 然后照顾他们 其实有一件有个观念 我想要说明一下 就是说 当然台湾的媒体会说 我们中华民国已经把所有的侨民都撤离了 那因为他撤离的是乌克兰东边的人 是基辅那边的人 他们当然需要政府的帮助 因为他们已经在战果之下了 他们当然需要政府帮助他们 然后让他们能够平安的出境 这是很能够理解的 问题是我们家在乌克兰西边靠近边界 我再跑到基辅去的话 有一千公里 我需要跑一千公里 然后说我需要出境吗 我为什么不直接 就从我们家那个地方出境就好了 所以我们当然不会是在他们的 在政府的撤侨的名单里面 因为我们就在匈牙利的边界 我们要走 我们自己就可以从边界离开了 我们不需要加入撤侨的行列 所以对政府来讲 他撤完了 那是他的名单 我们当然不会在名单里面 只是说外面的人 他们不晓得乌克兰有多大 然后也不知道东西南北 所以会有这种误解 说不是都撤侨了吗 你们怎么可能还会有台湾人在那里 我觉得是因为对这个地理位置 跟这个环境状态不够熟悉的关系 了解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 明天还会有下一集上线 所以明天是最后一集 那大家别忘了收听明天的幸福餐桌 最后在节目的尾声一样 就是祝福大家愿上点喜乐 充满你的心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